这一期的一期美食节目 这种控肉饭都是主食力之一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 就来教大家如何制作这道控肉饭 我们来看看准备的材料部分有哪些 五花肉 蒜 葱 酱油 冰糖 五香粉 胡椒粉 在制作方面呢 我们就首先先把这个五花肉切成大小的块 那块的大小呢 依据您个人的喜好而定 切好之后 把它放到热水里面去焯一下 焯好了之后上面一些沫子 因为是生肉的不太干净的东西 那这时候呢 用冷水把它洗干净 放在旁边备用 那锅里面呢 我们要放入油 等油热了呢 用蒜来把锅爆香 等蒜把它爆成金黄色的时候 香味都出来了 放入葱 把葱给稍微炒一下 之后放入刚刚我们切好的五花肉 放下去之后呢 放入一点点的冰糖 一点点的五香粉 以及胡椒粉 并倒入一点点的酱油 一起来炒 炒到差不多快熟的时候 不要等它全熟 快熟的时候呢 倒入一些水来炖 这个水呢不要太多 刚刚好跟五花肉 稍微没过一点点的时候吧 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来炖它 炖的时候的长短呢 也根据您的个人喜好而定 如果您喜欢吃的肉 稍微软一点的时候呢 就炖的稍微时间长一点 大概一小时左右 用小火来炖 如果您不太喜欢肉那么软 希望它能稍微的硬一点呢 就炖差不多半小时左右 用中火来炖 就稍微快一点 这时候呢 肉炖好了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跟饭配在一起 那您还可以放入一些高丽菜啊 在饭子上面 或者是酸菜 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来看看厨师 还有什么样的小提示给我们 做控肉饭的小诀窍 就是火候的控制 煮控肉饭的火候呢 一定要控制好 肉才会又Q又嫩 并且后腿肉呢 一定要用水烫过之后 再加入材料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 教大家的控肉饭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